两回期前有很多代表委员会提出非常多重肯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有的人提的这个建议是不是有点太不实肉米了 比如说最近又有一位专家针对年轻人攒不下钱 未来养老友担心这个话题 他就说年轻人攒钱其实是很容易的 你看你们现在不是经常喝各种咖啡奶茶吗 那个咖啡可不便宜啊 30块钱一杯 你要是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一天攒30块钱 一个月就能攒900块钱 一年就能攒一万多块钱 那么你几十年能攒几十万 将来你养老靠着几十万就够了 在这个专家的话语中 只要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什么延时退休老人化少子化通通都不是问题 一杯咖啡就可以解决广大80后90后的养老问题 这个仗听起来是那么的合理 真的一杯咖啡30块钱 一个月不喝能攒900 一年能攒一万多 30年能攒三十多万 你说有三十多万养老 基本也够了吧 可问题是你这个钱从哪来呀 今天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恐怕一个月只能赚几千块钱 这么微薄的收入 我们要支付房租 支付个人生活 你把这些钱都花了 还要借点钱都不一定够啊 我真是想问问有多少人 每天喝得起一杯三十块钱的咖啡 而且在这位专家的话中他不是说每天不喝咖啡 他是说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那就是说以往我一天至少喝个两三杯 我现在少喝一杯而已 一天喝三杯咖啡的话 那你恐怕全月收入都得用于咖啡啊 其实这个专家的观点并不新鲜 在国外多少年前就有经济学家说 你每天少喝一杯拿铁能攒下点钱来 但问题是对于很多国外人的收入而言 人家喝一杯拿铁相当于花两三块钱而已 不像咱们花三十块钱啊 咱们是没有每天喝几杯三十块钱咖啡的习惯的 你把国外这个经济学理论拿过来升班硬套 只能说明你一点点国情都不懂 就像以前有的专家说的那样 家里没钱嘛 没事 你把闲置的房屋租出去 你开私家车跑网约车 可问题是我家里就没钱了 我怎么可能有私家车和闲置的房屋啊 这样合不食肉米的专家 就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大放厥词